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 它的强大之处 那么也就是现阶段你还体会不到 为啥体会不到呢 咱们来看一个情况 现在我以这个为例 我还访问这个9011 9011呢 就是9011说错了 我现在直接来访问 那么我直接这样访问的意思就是 我直接是不是去访问这了 有经过王国吗 没有 这个流程的清楚 心里面有张图 或者你对着看 那么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 我不是说了吗 我之所以放这上面是为了干啥呀 是不是改起来方便呀 好了咱试试它方便不方便 那么 现在我要做一个准备工作 我这里面取数据 取的是不是这个数据库的数据 我现在这个 这个连的这个 MySQL是不是微服务中 这个服务系上的MySQL 现在你看 我在本地数据库也来了一个辈子 看没 跟这是一样的 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一张表示 Label 但是他这个数据很 都是什么 本地一本地二 我就是为了加以区分能力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数据库 切换到本地可以吧 你看 如何切换到本地 怎么切 我就不用去改代码了吧 以后你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就认为 这都已经步骤线上了 你不能动了 是吧 这都步骤线上了 你不能动了 我要改配的文件 还在这动吗 我在这动了 我在这动 是不是点它进来 我呢 这个地方 改成127 没点啥 尴尬 好了 这地方是 127 点0 点0 点1 是吧 好了 那我这样连 是不是就连的是我本地的 因为我本地的名称 是不是跟它一样啊 好了 这127别写错啊 好了 那么完了之后呢 刚才是不是加了个空格吧 我跟它去了啊 其实 其实空格是不是无所谓啊 但是我觉得 刚才 那是被迫加的是吧 行了啊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连的是 是本地 那么你说我直接防卫 它会有啥效果呢 没啥效果 没啥效果 它现在依然是怎么着 你看啊 大家想想那位 就这位同学说这意思 我重启服务这一瞬间呀 我是不是就要去这上面 拿到这个配置文件 我拿到这些配置文件 是不是把这些配置信息 都已经嵌到我的代码中了 我的代码 是不是已经从加我 变成class文件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即便是在这地方再改 它有没有重新赌 这个配置文件 没有 说一下吧 它没有重新赌呀 那没有重新赌 我再怎么做 那那是不是就是白搭呀 说白了 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要重新 是不是把这个被子打扎 跑一下 那我重新跑一下之后 那毫无疑问 在你启动这一瞬间 它要不要拿这份配置文件 要拿它是不是要把这个 值再填一次 是不是要再编一次 是吧 编译完之后的话 我这边自然而然数据 是不是就变成本地了 那么你想你这样做 是改起来是方便 但是你服务器你重新了呀 你重新服务器 我运维就不开心 是吧 那运维就觉得 你不能重新服务器 你重新服务器 你想假如说咱们现在去 去淘宝买东西 你正买个东西 正想买呢 人服务器重新了 那就这一岁年 我就可能我不买了 我就生气了 是吧 我以后就再也不来淘宝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来保证不重新服务器如何 怎么着 来让它直接拿到最新的数据 是吧 那么这个机制呀 很容易做到 就是我们有时候自己也能做到 其实你让项目再重新编译一下 是不是就行了呀 但是你是每一次都让它编译 还是我改配置让它编译 那么你如果想让它每一次都编译 我告诉你 那这个就太麻烦了 你想啊 我用我这边 我用户每一次请求 你是不是都要配合 那你这个服务器是不是压力会特别大呀 那这个速度是不是会特别慢呀 所以现在你没得选 你只能啥时候让它编译 就是改配这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让它编译 但是你想我在这改配这文件 你怎么知道 就是我在这改配这文件 你咋能知道 对了 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监听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 客户端这里员 是不是配一个监听 就在这 我在这 我在这来一个 来一个监听 它监听啥呀 看配置文件 是否有 改动 如果监听到有改动 这个模块就会重新去 是不是编译 去堵配置文件 重新编译本地代码 没问题吧 能理员吧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监听 我就放到我这个 这一段就不动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这个监听去哪监听 我们这个 就下面这个功能 这个BUS这个功能 选择的是MQ 就是我现在要在 当然这个服务 并不在Eureka里边 是吧 我这里边 选择了来一个 叫什么 消息中间件 MQ 但是这个MQ 可以是任意的MQ 这都无所谓 那么它这个监听 监听的是谁 它监听的 其实就是MQ 它一直监听着 它监听 监听啥呢 监听你这里边 是否有改动 那么你有改动 你这个地方有改动 是不是在马云上改呀 你在马云上改 我怎么知道 你改后之后 你要在这里边 发送一个什么 消息 好了 接下来 你要注意 这是手动 这地方也是 这地方啊 是如果修改了 Gate EE上的 配置文件 手动 向MQ 发送一个 消息 没问题吧 就是你 这是你手动发的 就是你要往这里边发 好了 你看 你是不是 改完CC 你是不是往这里边 发了个东西啊 发完之后 它这边是不是自己 自己就监听到 它这边 有改动了 它有改动 它是不是就 不管你改的是啥 我重新编一下 不就行了吗 能力吧 所以说我发的这个消息 是不是也是固定的 我就随便发一个东西 它只要监听到有东西 那不就行了吗 能力吧 但是你最要 我说的是流程 那么你什么都不用写 它全给你写好了 监听也给你写好了 那这个地址 它也给你提供好了 你直接发就行了 能力吧 它内部是这样一个流程 内部是这样一个流程 好了 接下来 那么我就已经说了 它现在依不依赖于MQ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MQ是不是也跑起来啊 是不是已经跑着了啊 有吧 那么现在这个MQ 你注意啊 我要做这个BUS 都必须要把谁跑起来 MQ跑起来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要做这个BUS的时候 如何来做 它也是分服务器跟扣端 那首先第一步 咱们就是配置这个服务器啊 配置服务器 那么服务器这里边 我们要配置这个Rabbit的MQ 和这个BUS 这两个东西 好了 这里边我们把它给 这是服务器的啊 好 Ctrl C 那么我们服务器端是 哪是服务器啊 诶 我都config了 我在这 我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 把这两个包给拿进来 没问题吧 这就是服务器端 这就是服务器端 那么你服务器端没完事啊 你既然导包就得添查 配置 首先咱们是不是要用到Rabbit的MQ啊 那么你就得把Rabbit的MQ 是不是给它拿进来啊 咱们呢 直接写吧 这里边我们就在这写吧 想法就写下面嘛 知道无所谓啊 它反正是Spring的分支是吧 Spring.RabbitMQhost 这是192.168.217.136 这个RabbitMQ是不是就可以了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给它暴露出去就行了 就暴露它这个刷新这个总线这个接口啊 好了 那这个程杠你注意给它改了就行了 好 这一段是固定的啊 你只要要用这个Bus 这个功能啊 你要用这个消息总线这个功能 你就必须要加这么一个东西 加这么一个东西 好了 现在的话这个服务极端就搞定了 就搞定了 那服务极端搞定之后的话 我们要把服务极端是不是再重启一下啊 先别一切 待会儿一块重启啊 好了 接下来是不是该扣端了 扣端你看啊 上面这两个包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这个Bus跟RabbitMQ 你看 BusRabbitMQ是不是一样的 刚才我们说了 它里边是不是有一个监厅 这里边是不是放了一个监厅 这监厅不用你写啊 它是不是你写好了 能理吗 就这个东西啊 我就把这个监厅 是不是拿过来啊 杠杠杠 杠 好那这一段 我们是不是要贴到这个扣端了 现在是不是往背子里边贴 贴上啊 好了 那么现在贴到这之后还没完事 这里边你还得要加一个什么 RabbitMQ 也说白了我们把刚才那个 贴过来就行了 因为它是不是要往里边 就是监听消息啊 你监听消息 你不知道哪一个MQ 它是不是 不对 我还往那贴呢 是不是在这地方编辑啊 点编辑 但是你搁这里边点编辑 你要注意别写错地方啊 是不是Spring这个分之下的 我去搁这里边写 总是觉得 没问题吧 SpringRabbitMQ Horse 可以吧 好了接下来直接提交 那么现在的话 我这里边是不是就能监听到 你这个MQ中的消息了 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试一下 现在我要先启动啊 我也是不是要先起 Config呢 是不是先起Config 然后再起 再起 Base 注意它俩是有先后的 因为你这个如果没跑起来 这个跑它找12000 是不是就该报错了 我这个有个先后应该是能找着了 希望它快点是吧 来跑去 不行了 来不及了 也就是它还没起来呢 对吧 差不多吧 前后脚的事 那这个就是 今天这个流程大于代码 这个流程你今天不行就定着这张图看 给它看清楚了再说代码的事 看不清楚就别写代了 好了 现在的话它是不是就监听到了 这个就监听到 它没监听到刚才是不是 这个 其实这个就刚才一瞬间好像也起完了 是吧 但是它好像也没找着 那行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测一下 现在你看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先跟这先访问一下 我现在访问的是不是本地 没问题吧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把这个配置文件给它改成啥 对 这个地方给它改成192 192 这地方改成168 这地方改成217 最后改成136 别写错了 好了 接下来 我差点点捐赠了 下面啊 当然你有钱可以给人捐赠一下 是吧 你用人家东西免费是吧 好了 完了之后呢 这个就改好了 改好之后 你注意现在我能访问 我现在访问能行吗 你看这个流程 不是含重启 含重启 咱刚才那一堆是不是白做了 你现在啊 现在是不是没动 但是你注意 现在你本地这个 被词是不是一直在监听MQ中的消息啊 MQ中有消息吗 没有 你要不要手动给人发一个 给他发 随便发个标准就行了 他这个路径给你过了 固定的这个路径 固定的用post去提交 但是你想访问这个上面 是不是必须配一个bass-flash 还记得服务器这边配了个账吗 你没配这个地方 后缀你是用不了的 能力吗 好了 Ctrl-C 就在这 随便找个地方 用什么请求 但是这个地址 你注意我的1200 是不是就在本地啊 好了 现在你就发送一下就行了 好 发送完了 发送完之后 现在他是不是就再访问 就会自动编译了 咱们再来试试啊 90 90 90 是不是这个 走一个 可以吧 也就是现在我服务器有重启吗 没有 我仅仅是在这是不是发了这样一个东西啊 以后你就记着 给客服说一下 没事了 你去点下这个按钮 啥意思呢 就是意思就是 我这边改东西了 你点一下那个按钮 能力吧 这个按钮要人工点的 就是以后我们是不是会做成一个按钮 让他点 不是让他直接在那点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做成一个页面 让他点能力吧 给他说 我这边 或者你就自己 自己去写一个自己没事点一下 你只要改配的东西 我点 这样的话 我这个服务器是不是就不用重启了呀 这个 这个是个非常牛的一个东西 我告诉你 运维最喜欢这种事 因为运维你知道吗 为了 我们原来世界上的一个项目 真是一个事啊 就先上了一个项目 我们为了 不影响客户体验 领导就说 那你今天就到2点50的时候 去重启亚服务器 第二天上午 你都不用来上班了 他一直从晚上下班 到晚上2点20都没事干 都没事干 一直盯着 一直盯着那个服务器 等到2点20左右 发现这个后台 没啥日志了 因为是不是没啥用户访问了呀 他才去重启亚服务器 最早的运维是很辛苦的 现在还用这样吗 现在你太幸福了 现在我就点了个字 就不用熬到2点20了 知道吧 那明天一样要上班吗 你就点了个字 你明天不上班 太惯慧了 太惯慧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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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